我是牧师 其实电影里面塑造我那个杀眼 就是那个最杀的那个是 那个是需要 那是剧情的需要 我才成为那样的人 但是我私底下是和蔼可亲 我很喜欢笑 我很喜欢孩子 我很喜欢大家 那这两者 这两者有不同 应该是我会觉得是 各有不同的这种说法 那就是我这样讲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要讲那个 我在这剧中里面 莫娜鲁到从一开始 到最后是绝对不能掉眼泪的 那我好几次在拍的过程里面 我自己 其实我在拍这个电影 就是说 我都已经深入到里面 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讲我自己 然后呢 我真的是用心 然后再投入这个部分 那好几次就是掉眼泪 但是导演看到我说 莫娜不能哭 要把眼泪吞下来 卡 再来一次 我好几次好几次 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一眼下去的时候 到最后又掉眼泪的时候 莫娜是不能哭的 卡 再来一次 然后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样 但是我最让我 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剧中里面是 有看到我在背妇女上吊 刺杀对不对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把她烧对不对 其实那个是刚好是晚上 其实我在背那些 背那些妇女 是我一路背 背到那个火那个地方 我一直掉眼泪 那眼泪是一直掉出来 那导演看到 那眼泪下来 他认为那是流汗 所以他没有就跟我讲 卡 因为那个火 我靠近那个火 很热嘛 对不对 他就在看 他跟我讲说 你到底没有哭 我说没有啊 哪怪你的眼泪 应该是流汗 再过来还有一个句说 我们打完到最后 只剩下六个勇士 你知道六个勇士是谁 剩下的那些勇士 打多还有几个勇士 那我不是讲说自杀的 自杀投降的投降 那个其实那个是 我真的是讲这句话的时候 感同身处就是 不知道要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 可是内心里面一直在哭啊 因为那个部分是 所有战争里面是 最后哪一刻的时候 我在回想整个过程的时候 完蛋了 所以还好我都没有 那个部分没有很多的卡 那就是我最深刻的 好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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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